作词 李宗盛 浪漫成了特决 光西光北共舞是盛业 直言淡化我的壮烈 是无悔的经典 不优伤的爱 是深爱 像无形的存在 却无处不在 维持爱当伤害 愿所爱 黯然很多心海 一朝放了感情一生挂坏 最无私的深爱是绝不忧伤的 我爱你 我爱你 原来你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我就是精灵 对啊 早知道了 你藏得好深啊 对不起啊 这个可能是我当时唯一想到的 能陪在你身边的一种方式 那你应该知道我那天为了等你 等了很久吧 我占的腿都麻了 你说你藏哪儿了 不告诉你 十八春 这本书在我身边留了好多年啊 我本来一直以为就没机会给你了 这本书我也找了好多年啊 我本来以为我再也找不到你 谢谢你能重新回到我身边 后悔了 后悔了 我没能早点回头 我后悔 我没能早点回头 经理啊 我给前置打了好几个电话 说我想让他跟你一块儿 到南京来看看 可是他老跟我说说你没空 你们俩是不是吵了我 你嫁了吧 妈 我跟前置分手了 什么 分手了 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都快结婚了吗 怎么又分手了呢 他适合比我更好的 我真不适合他 你说说你家孩子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你那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自己做决定了 妈 妈 妈 我只是跟天恩重新开始交往 你 你又跟那个天恩在一起了 为什么非得是他呢 当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跟他在一起啊 你会受苦的 你们俩肯定不会幸福的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你 妈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你阻拦不了我 我就是要跟天恩在一起 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这怎么了 有错吗 我知道了 你啊 你就是想气死我 我告诉你说 从今天开始 你的事我还真不管了 你爱跟谁跟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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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睡觉 已经有六周了 再过半个月你过来 我给你见档案 胎儿的状况怎么样 目前看来没什么大碍 不过我看你的病历 你是RH阴性血型 而且有过流产的经历 对 RH阴性血型的孕妇呢 第二胎宝宝溶血的几率 会比第一胎高 所以流产的可能性 也会更高 还有你的子宫内膜 不是很厚 化胎不是太稳 所以回家以后 还是要多加注意了 好 谢谢啊医生 主要呢 还是要保持心情愉悦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给你开些孕童 你回去按时服用就好了 嗯 我不想出去了 你最近怎么这么懒啊 叫你几次你都不出来 嗯 可能是最近天气回暖 我总发困吧 你还真是什么理由 都能想得出来 行吧行吧 那你休息吧 我回头再约你啊 我回头再寻手 来 bit more 没时间 哎呀 我今天约你出来是为了什么 你忘了你当年 是怎么对我承诺的 你答应过我 再也不跟精灵见面了 可是你们俩现在又在一起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想你也长大了 我就希望你能像一个 真正的男子汉一样 兑现当年 对我的人 承诺行吗 阿姨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您 为什么 八年前您跟我说 希望精灵 找一个正常人 给他平凡的幸福就行了 所以我当时选择离开了他 可是这几年我一直在后悔 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地发现 对于精灵来说 只有两个人真心相爱 他才会幸福 好 我相信 你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你得告诉我啊 就以你现在这个条件 你怎么给精灵带来幸福 你说 阿姨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我会把我更多的爱 都给他 我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 让他受一点伤 只要我能给他的 我全部都会给他 阿姨 我想跟您做个约定 您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一定会让您看到 我能让精灵幸福 你还要有对象 是好事 你别哭这张脸 都是你 从小搞什么开明教育 由着他 现在好了 我跟你说连拉都拉不回来了 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 那也不能任由着他的性子吧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 我条件也不好 你不也心甘情愿嫁给我了吗 行了 你别给我提当初啊 我实在不一样了啊 你没办法替他选择 就看开吧 我是心疼我女儿 你说那么多年都过去了 他怎么就放不下那个天恩呢 我也是服了 既然那么多年他放不下 你也别指望你的祖然能有用 我是怕我的女儿受苦 他不跟天恩在一起啊 他才是受苦呢 相思之苦 孤独之苦 以他的性格啊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结婚 到时候 你能忍心看他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一辈子吗 现在既然 天恩是他真心想要在一起的人 你就祝福他吧 天要下雨 你能不让他下 缘分到了 你挡都挡不住 你要小心啊 你继续反对 到时候 连女儿都没了 天恩跟我说 给他一年时间 可是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你耐着性子 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年 就一年 再来 再来 爸 静瘾 你确定 和天恩在一起 这可是一条艰辛的路 其他的女孩子 没有办法坐下去 但是 我女儿可以 爸 你呀 从小就选 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好好的路你不走 别人为你铺好的路 你也不稀罕 你就喜欢 自己走 自己看 自己跌倒 自己爬起 爸爸知道 天恩是个好孩子 他对你是一片真心 但是 如果你跟天恩在一起 就要承担许多 前面的道路 艰难 你得一冠一冠去衷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那就好 人生的 就得走自己的路 人生才不会遗憾哪 想好了 就走吧 经理 累的时候 穿过头 爸爸就在你身边 为你加油打起 想做苦的时候 别忘了 我们妇女 无话不谈 真好 傻丫头 你把你去做 我倒露了 你这个食谱 你给你吃得很香 你这一切 你这个食谱 这一切都不在乎 我说你这个食谱 你这个食谱 你这个食谱 记得好用心啊 把你们家人 最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都记在上面了 你这个食谱 这一本食谱 你这个食谱 屠龙刀似的 不过 还真有点想念婆婆做的菜了 她也挺辛苦的 为了我们家 为了我 付出了那么多 那以后 会儿我照顾你啊 是吗 是吗 天佑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肚子疼 他带我去医院 程先生您不用担心 您太太这一次 是因为压力太大 造成的轻微出血 孩子没有什么大碍的 出院以后呢 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谢谢医生 我怕 又让你空欢喜一场 你知道你刚才吓死我了 我说过 孩子对我们来说 只是锦上添花 我知道你想做爸爸 我也想当妈妈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又从我们身边溜走 你才是我唯一不能逝去的 这段时间你受委屈了 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你 一直陪着你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先不要跟爷爷讲 我们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他 经理 嗯 如果 我没有失去双腿的话 是不是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好 你的腿 我的腿一直都是好的 我不会再做梦吧 傻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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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对 好 好 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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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ku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找我 哥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 这是好事 但是我也怕尝试了之后 可能结果不会很好 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知道我为什么 愿意接受手术吗 因为我想看见 我要看见 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我心里牵挂的人 我不忍心让他担心和难过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所以 如果你真的能站起来了 你最想和谁分享 我明白了 哥 谢谢你 你帮我把这笔款 直接打到王林的户头上 让他尽快地把路修好 对了 还有暖气 让他在每一个教室里面 都加一些暖气 今天北方比较冷 别让学生们动着 您真是体贴入围啊 这是让我想起来 以前在魏家平的时候 写个字都会觉得动手 如果要是有暖气的话 学习的效果也会提升很多 我记下了 我会一并跟王林先生沟通 对了 陈叔 上一次采购的那些计算机 到了没有 已经到了 按照您的指示 已经捐到了各个片乡小学 那就好 到了就好 但是光到了 如果他们不会用的话 那些计算机就形同虚设 你找一个义工 去给他们培训一下 计算机的使用方法 现在是计算机时代 你教会他们用这些东西 好的 先生真是深思熟虑啊 我去了 爸 妈 你们要当外公外婆了 哥哥也要当舅舅了 等孩子平安出世 我就带他回魏家平 带他取出萤火虫 爬树 累了 就躺在高台上看星星 让他知道 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温暖 朴实的家乡 好 好 好 哥 我有宝宝了 你很快就可以当舅舅了 你都怀孕了 你记得啊 现在把手头上的工作 要调整一下 别累着 放心吧 这个孩子 我会特别珍惜的 一点都不会马虎的 你可千万别累着 但是呢 你也别忘记做运动 我听说多运动 可以帮助顺产 营养呢 也要均衡一些 哎 你有没有孕吐啊 哥 我怎么发现 你被唠叨了呀 不是 我被唠叨了 我是有一点紧张 毕竟我第一次 做舅舅 哎 你想生男孩 还是想生女孩啊 嗯 男孩女孩都好吧 如果是女孩的话 像小棉瓜一样可爱就行 哎 对了 小棉瓜最近怎么样啊 小棉瓜挺好的 她已经习惯了巴黎的生活 我怕她孤单 我给她找了一个伴 谁啊 就像妈生前说的一样 兄妹俩不分离 我帮她 她哥哥申请了签证 她们过一段时间 就会在巴黎端聚 太好了 哥 我发现 你成就了好多点的幸福 是啊 所以呢 我也很幸福 走吧 嗯 再过前面一条街 我们就该回去休息吧 嗯 好 嗯 哥 请你帮我安排 我想尽快接受手术 好 嵌 我以前决定要做移植手术了 精灵 嗯 我已经决定要做移植手术了 如果你是为了我的话 完全没必要这样的 啊 无论你站得起来站不起来 我爱的是你的全部 我移植附近手术 那么辛苦 咱们没必要受这种罪 其实我不只是为了你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站起来 然后凭借自己的力量走下去 可是我怕你怀抱希望以后 又陷入绝望 不会啊 大不了 我就再回到原状的 好吧 那你 真的想清楚了 想清楚 其实 你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过来看我 你不认我 也是对的 是我弄砸了你跟江生的关系 要不然 他就不会嫁给田优 江生她是我妹妹 现在看着她幸福 这就够了 我知道 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也许在你的眼里 我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不管是你的 还是文俊的 你是不配 不过现在学 还来得及 梁舍 谢谢你 谢谢你能给我机会 前半辈子 我害了孝晴 对不起你 我冷落了婉婷 辜负了文俊 但你都还来得及 怎么回事 很抱歉 她还是不肯见你 好 天佑 跟你汇报个事呗 我听工员说呀 你母亲 这几天从香港 要回家住个几天 我听工员说呀 我听工员说呀 你母亲 我是这样想的 江生没有见过你母亲 如果 如果你留在身边的话 可能会好一些 天佑天安还好吧 是吧 夫人放心 她们都很好 天佑不在她出去了 是吗 江小姐 天佑的母亲回来了 特别吩咐想和您一起吃饭 知道了 llegar 怎么不吃呢 生活还习惯吧 习惯 吃吧 谢谢啊 妈 梁车 找我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道别 去哪儿 去哪儿我还没有想好 以后江生就交给你了 对了 这个是营养品 长身体的时候没吃过好东西 身体肯定不如别人 这个对胎儿挺有帮助的 你一定记得给他多吃啊 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给他 我给他经常打电话的 梁车 梁车 一定要走吗 谢谢你啊 你是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合作伙伴 也是特别好的家人 保重 这花插得挺好看的 什么花 好 翠菊啊 话语是拥抱希望 拥抱希望 拥抱希望 天佑 我总希望 可以生一个我们的孩子 这次 我希望他长得像你 像你的眼睛 你的眉毛 还有你的嘴唇 那 有你的什么呢 你说呢 应该有你的 倔强 你的任性 你的不服气 怎么都是一些不好的呀 谁说不好了 我就是因为你的倔强 任性 不服气 我才 被你骗上的 总有你说的 下午 我见了你妈妈 她跟我说 以前因为事业 亏欠了你很多 她感到很后悔 所以想要补偿你 你们是母子 这份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 我们有空去看看她 好 等你可以出门了 我们就去看看 可是我总是很害怕 我怕 我怕这一次 又像上一次一样 放心 放轻松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有你就够了 妈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还以为你忘了 怎么可能啊 生日就送我一台天文望远镜 你看 看啊 看见什么了 星星 有什么特别的吗 赤巾十八时 零分二十五秒 赤尾 负三十五度 五十分 十秒 在这个坐标上 有一颗亮度为十二点EM的星星 你看见它了吗 以前我每次想你的时候 我就看这颗星星 现在它属于你了 我把它送给你 取名叫成天佑星 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名字 看 还有证书呢 是 杀江声 天佑 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我希望你可以像这颗星星一样 永远都陪着我 有了你 有了你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了你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了你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исoon 想得到信息 你本个人都陪着你 dng 爷 我 没关系 紧张也是正常的 放轻松一点 如果是我哥的话 他肯定临危不乱 是 你哥有他的本事 但 你也有你的优点啊 爷 我哪有我哥那么厉害啊 我刚接下石丰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没做成呢 就闯了大祸 最后还是我哥 帮我收拾的烂摊子 爷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你闯了祸也没有躲起来 还是承担起责任 努力解决问题 这点 我必须要嘉奖你 天安 我看你 现在你最需要家人关心时 爷爷太忙 一直没有好好关心你 正是你 心里的感受 让你一度 误入歧途 是爷爷不好 你挺好 你挺好 无论你 还能不能站起来走路 你都是我承方正最优秀的孙子 时封集团最重要的推手 不要自卑自怜 也不准 轻眼放弃 谭命 谭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